201集 正想着,对面点心铺里又出来个小伙计,手里端着两盘糕点就往这边来了,大老远就喊着 师爷啊,尝尝糕点啊,新出锅的,正好就这馄饨一起吃 君慕领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哼,点心有跟馄饨一起吃的吗? 哎,您吃一回不就有了吗? 小伙计把点心盘往桌上一搁,瞅了白赫然一眼,想了想,叫了声 石奶奶? 白赫然服饿,今儿这辈分是降不下去了 君慕领笑嘻嘻地纠正 叫夫人 夫人? 哎,夫人,夫人您看还喜欢吃点什么呀,小的给您做呀 哎,时爷平常最喜欢吃咱们铺子里的点心了 夫人您也尝尝啊 要爱吃的话,小的以后天天给您送福里去 白赫然问他 你知道我在哪个福? 知道啊,文国公府嘛 谁不知道,时爷看上了文国公府的二小姐 死气白赖的非要娶人家当正妃 圣旨下了一回又一回,人家都没接呀 为此啊,小的还输了半两银子 哼,他来了兴趣 怎么还输银子了 小伙计说 压住压输了呗 本以为时爷讨媳妇,一讨一个准 谁承想,夫人您没给她面子 圣旨没接 所以小的就输了 哎,一起输的还有不少人呢 隔壁酒楼的东家也输了 还有城东独房也输了 就那几个唱戏的赢了 但也不是凭本事赢的 是下注的时候扔错方向了 说完,又看向君墓里 时爷呀,您可真不争气 君墓里气得叫骂 真是烦了你们这帮小兔崽子 骂完又一脸委屈地看自家媳妇 然然,我的仪式英明 全都会在你手上了 你可得对本王负责 他突然明白了 所谓混世魔王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原来不仅只是这个石皇子 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而是他上至皇朝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 三教九流通通吃得开 混世是真正的混世 混入市井通吃四方 小六子的两碗馄饨就在这时端了上来 一大一小两碗 大碗里馄饨个儿也大 肉馅多 小碗里馄饨小 面皮多 他将大的一碗端到白鹤染面前 小的自然给了君墓里 一边分混沌一边说 我娘说了 男人只要听话 懂得体贴人 就不会被女人抛弃的 君墓领气得抬手打人 男人这点脸面啊 在你们家都丢尽了 小六子也不躲 只笑呵呵地道 我娘还说了 只要日子过得舒坦 怕媳妇不丢人 白鹤染对这个话题起了兴致 他问小六子 那你爹怎么说 小六子道 我爹啊 从来都是一句话 你娘说得对 君墓里一脚把他给踹远了 回过头来苦哈哈地 跟自家媳妇商量 王后啊 我也怕你 你也不抛弃我 行吗 他愣了愣 我为什么要抛弃你 你想得是不是太远了 还是你觉得 两个人不管是在一起 还是要分开 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摇头 不容易 我出生入死 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才得着你这个媳妇 这不就结了 他低头搅动碗里的混沌 在一起不容易 要分开就更不容易 我这一生 从来没想过 要同哪个男子 生活在一起 后来有了你 我便再也没有想过 将来有一天 还要与你分开 他不再说话 只低头吃混沌 满满一大碗混沌 不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 君木林很满意 自家媳妇这个态度 对 在一起了就不能分开 否则 你对我就算是使乱中气 是要被人唾弃的 他点点头 行 那往后我多吃点 离了馄饨摊 两人又开始闲逛 只是没逛几步 就见洛修迎着他们二人 匆匆跑了过来 君木林眉心微咒 就听洛修说 主子 王妃 福尹衙门那头传来消息 三殿下 将大狱里的白浩尘 给接走了 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消息 却也在情理之中 白鹤染说 白浩尘外出游学 就是陪着三皇子一起去的 二人常年在外 关系自然匪浅 眼下落了难 那罪却并不至死 敷衍衙门也不可能 一直把人关着不放 君木林却是冷哼了一声 哼 老三那个人 无礼不起早 早不救晚不救 偏偏这个时候救 摆明了是想卖国家一个人情 国家那个废掉的小将军 是国家唯一的嫡子 下面 倒是还有几个数出的 但却一个比一个不成器 一个比一个扶不起 郭琪不中用了 郭家 必须得有一个 拿得出手的年轻一辈 来继承 郭老将军的衣钵 既然郭家本家没人 就只能找庞之 再不计 就是找亲眷 君老三怕是 打的就是白浩尘的主意 他拍拍他的肩 半斧了身痛地说 原本因为你受伤 推迟了几日的公宴 怕是还要再往后拖拖 有罗叶国 送穗公的使臣入了东庆 正在赶往上都城的路上 算算日子 跟原本定好的公宴日期 差不了几天 总不好 接二连三地开公宴 所以父皇和母后 决定将两场公宴 并置一起 只是 又觉得汤州府这场公宴 拖得太久 特别对不住你 所以母后让我抽空 给你问问 看你喜欢什么 他们提前有个赏 脸面上好看一些 白赫然摇头 我们要想要什么 还是那句话 赐婚的圣旨 再下一次就行了 其他的 我别无所求 他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 没再纠结这个话题 知道 让洛修送礼回去 白浩尘的事情 我来处理 他没有拒绝 由着洛修将他送回白府 回府时 迎春在家 墨宇和李嬷嬷还没回来 迎春同他说 老夫人差人问了好几次 小姐有没有回来 小姐还是先往锦荣院去一趟吧 白赫然点点头 带着迎春 往老夫人那边去了 李嬷嬷那边的事 早已经传到了老夫人耳朵里 他见白赫然回来 也不问李柱那边的事 也不问彭家 更不问为何白赫然 要去给李嬷嬷的侄子主婚 他只是告诉他的孙女 外头的事 跟宅子里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以强凌弱 是人的本性 好言相劝是没用的 这种时候 就是要舍得下手去打 可惜 在这宅子里 祖母没本事 打不动那些 气到咱们头上来的人 好在你现在打得起了 祖母很欣慰 老夫人一边说一边流泪 也不说为什么流 白赫然也不问 只是默默地听着祖母说话 从全室押人 说到姐妹兄弟 再说到爹娘子女 最后却跟她问了一个问题 阿然 如果有一天 祖母跟你提出一个 无礼的要求 你会答应祖母吗 白赫然的心沉了又沉 许久都没有硬化 宁春也紧张起来 因为她明白 关于大少爷当年 被溺亡的事 老夫人知道 终究还是没能 瞒得住自己的孙女 所以这个所谓的 无礼要求 十有八九 是跟那件事有关 回去歇着吧 老夫人长叹一声 没有再等白赫然回答 是祖母不该问 你就当没听到那个话 忘了吧 老太太一脸苦涩地 扯了扯白赫然的手 然后松开 回吧 我也谢谢 白赫然从锦容院走了 自始至终没有就那个问题 给出明确的答案 宁春忐忑地问道 小姐 老夫人说的那个无礼要求 是不是想求您 留老爷一命 说完还不确定地摇了头 可是当初老夫人 自己不是说过 要将老爷 那不过是气话 听不得 她沉着脸 脚步很快 一个母亲 在剃头上 可以说要把孩子打死 可真到料 她下手的时候 肯定会心软 从前 她不知那件事情 我已经知晓 如今见瞒不住了 自然要担心儿子的安慰 毕竟别的事情 我或许不至于下死手 但溺死了 我的同胞哥哥 这笔账 我无论如何 是要同得算的 迎春没再问下去 她知道 二小姐是不可能 答应老夫人的 但老夫人同样 对二小姐 有那么多年的维护之恩 也有当年 刚出生时的救命之恩 又不好当面直言回举 这件事情 也就只能这样僵着 说到底 一切都还得看 老爷的造化 如若还是这么 作死下去 谁都救不了她 墨语快天黑才回来 李嬷嬷请了几天假 在国医馆陪侄子 因为李柱伤的是头 所以夏阳邱主张 不要让人太快就醒过来 否则孙小罗的死 很容易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再打击一次 病情会更加棘手 这一夜多梦 睡得一点都不好 梦里前后两室交替而来 两位父亲的丑恶嘴脸 轮番出现 再一次将他心头的怒火 烧至了几点 醒来时 天已经大亮 他一张眼就看到 一张脸正趴在自己眼前 眼睛忽闪忽闪的 呲牙咧嘴 像极了前世白家亲眷的 熊孩子半鬼吓他似的模样 他一时没分清楚是现实 还是在梦里 下意识就一拳挥过去 只打在那孩子的面门上 被打的人啊的一声 倒飞出去 坐在了地上 无脸痛哭 一边哭一边骂 白河然 你正没有良心的 你见谁打谁啊 疼死我了 我是不是毁容了 什么破姐姐 你赔我脸 他瞬间反应过来 糟了 打错人了 赶紧起身下地 鞋也顾不上穿 光着脚就奔到被打的人跟前 急声问道 珍珍 你有没有事 别捂着 快把手拿下来给我看看 伤着没有 废话 能不伤着吗 白珍珍都要气死了 大清早就挨顿打 这叫什么事啊 伤着哪了 你让我看看呀 白河然也无奈了 我好好地睡觉 你凑那么近干什么 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白珍珍把无脸的手 放了下来 脑门子明显清了一块 你该不会以为 我是来刺杀你的吧 我的个天啊 哪有张我这么好看的刺客 白河然翻翻白眼 再往他商处看看 虽然清了一块 好在没有大碍 两几天就能恢复了 只是他也没法说 自己以为的是什么 与刺客无关 他只是想起 前世很小的时候 姑姑家的表妹 就曾趁他睡着了 半鬼吓他 还将一碗肥皂水 倒进了他的嘴里 将醒的时候 刚好梦到那件事 便将白珍珍 悄悄进来的脚步 与梦里的表妹 混为一谈 这才失手挫伤了人 好在心里想着 这是小孩子 出手不算重 否则这一拳头下去 白珍珍这张脸 怕是真灰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